我們接著請羅智正委員諮詢 謝謝趙偉 館長好 你是歷史學者 我是政治學者 今天好多法律學者也表示一件 你覺得台灣第二問題到底是歷史問題 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不能偏於一端 所以我們還是從這三個角度 三個不同角度嘛 這也是為什麼一個研討會裡面 有不同的專業的學者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才會出現即便像今天 大家切入點不同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台灣各自表述的情況 但是我要請問你 今天早上到現在為止提了很多的重要的政策文件 法律文件 歷史文件等等 你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哪些文件會處理到 或碰觸到台灣地位的問題 最重要當然還是 舊金山合約跟中日合約 也不只啦 很多人都提到很多 我剛才講很多 那前面當然是49年之前 連詳書都出來了 沒錯 然後甚至還別忘了還有很多 所謂1972年中國跟日本之間的 所謂的建交的聯合聲明 對 等等都有嘛 對不對 沒錯 所以這麼多文件裡面我想問個問題 內容有沒有矛盾的地方 前後當然因為1949的變局 所以那個之前跟之後當然會有矛盾 對嘛 所以它一定要那個歷史的脈絡去解讀 這個文件才有意義啊 是的 否則的話你把文件 20個文件攤出來 發現我用這一段 他用那一段 就會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沒錯 甚至前言不對後語 甚至同一個政府在不同時期 講不同的話 沒錯吧 沒有錯 對不對 所以那個所謂每一個文件的解讀 它背後那個歷史的脈絡 政治的脈絡 國際政治脈絡是非常重要的 沒錯吧 是的 更不要講其中一句話就拿出來 說這個代表什麼 這就不是一個真正學術研究者 應該用的一個角度 沒錯吧 沒錯 謝謝 所以剛才那個館長提到了 那個不能去脈絡化去解讀這些歷史文件 是的 那個脈絡是什麼 是政治脈絡 法律脈絡 還是歷史脈絡 最重要還是歷史脈絡 因為情勢變遷嘛 就是說中國大陸赤化 然後又寒戰爆發 這些歷史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原來的意期啊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脈絡 甚至對我們台灣來講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所謂中國的主權繼承問題 沒錯吧 是 在繼承的時候如果說中華民國 好 中國啦 中國 把台灣放進去中國裡面 而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國繼承掉的話 如果這個脈絡是對的話 或這樣的論述是對的話 那台灣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法理上的一部分 我們擔心的也是這個 沒錯吧 是 所以說那個歷史脈絡 從台灣的角度來講 當然挑一個或一個切入點 必須要確保 台灣現在我們的這個所謂主權地位 對我們是有利的啊 沒有錯 好 所以為什麼要切開 就是這個原因 先不講說我們跟日本立場一樣 光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看待台灣歷史地位的問題的時候 就不應該有一樣的脈絡啊 沒有錯 否則的話台灣被中華人民國吃進去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國的主權的時候 我們台灣就不見了啊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從台灣現在角度來講 最重要的議題就是說 什麼樣的主權論述對於現在 台灣的地位也好 人民的生存也好 甚至台灣的未來是最好的一個主權論述 這樣我講我沒有錯吧 沒有錯 我們之所以會開研討會啊 或者來研究這個問題 也希望在這個部分達到比較大的共識 沒有錯 好 那我接下來問一個問題 當我們講一個國家 國家的時候 它有所謂人民土地政府 還有對外執行外交的能力嘛 我們條法市長也在嘛 對不對 這幾個面向會不會變 它不是一個常數是一個變數沒錯吧 對會有輕重 對不對 傳統的會比較重視國家政府 現在講台灣的時候 這邊講 這個招惟給的題目 台灣地位之定論 請問一下 這邊講的台灣是指的是 土地 是政府 這個政府 還是這個人民 是我想它有一個善意 就是歸屬中華民國是定論 對我知道啦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 當我們講台灣台灣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在講台灣是講 台灣這個土地 不管上面有沒有人民啊 還是台灣跟土地跟人民結合在一起 這個概念 對以前是比較沒有重視人民的 對嘛 以前喔 大家在討論台灣的時候 只講這塊土地 人民在幹什麼 是當作這個地方無主導啦 沒錯 人民重不重要不重要 就好像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台灣的時候 他只講台灣這塊土地 管你台上的人民 島上的人民怎麼想 他不管的 對不對 對 可是現在我們在談台灣主權的時候 不可能不去談人民嘛 沒錯 謝謝委員指教 就是這個意思 對啊 如果你不談人民的話 只談這塊土地 那是沒有意義的 這塊土地有可能 清朝的時候 明朝的時候 兩千年前三千年前的時候 那個上面的主人是不一樣的啊 可是現在的主權叫什麼 人民主權嘛 人民主權的觀念就是 這塊土地 最重要的是上面的人民啊 是的 不是這塊土地啊 謝謝委員 對不對 好那回到一個點喔 什麼時候這塊人民確定 因為我們講嘛 在國際法裡面 摩托哥羅公園裡面 談到這個所謂的人民 是一個permanent population 對不對 那個市長告訴我 這兩千三百萬是一個permanent 還是一個不變動的概念 還是十億多人 七億多人 permanent的概念是什麼 就Multivideo Convention裡面 它特別講 國家的定義 人民 土地 政府 主權 那就委員您所提到了 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裡面 是我們是個permanent population 所以我們的來講 就特別強調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主權屬於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所共有來決定 所以你現在講兩千三百萬人 就是那個所謂permanent population 是的 不是到十億 二億 八億 七億 這群人民變成好像只是其中一部分 是的 沒錯吧 那既然這個permanent population 是界定在這個地方 它的defined territory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次總統也特別一直在強調 在國慶的支持裡面特別強調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個我完全同意 所以我才講就是說 今天的討論還是回到一個 從台灣利益出發 從這兩千三百萬人民利益出發的一個主權論述 沒有錯 不要找到一個論述之後 發現我們把他被綁架了 然後最後可能會犧牲到我們自己的這個人民的權益 或這塊土地上政府的權益 這個不是這個人在論述這些議題的意義 也不是我們應該做好一個確保台灣主權 台灣安全的一個討論議題的一個角度 好不好 謝謝 謝謝羅委員 謝謝羅委員 剛才他的報告裡面有很多都是拿一句話出來解讀 好 我們接著何欣存 何欣存 何欣存委員不在 好 下一集 好